嗨 大家好 我是米波 看到這個箱子就知道 我們要來開箱啦 今天要開箱的就是我2021年的第二本手帳 那在上一支影片呢 有跟大家分享我的第一本手帳 就是我最主要的手帳是 國語 口腔 日本特帳 自分手帳 那今天呢就要來跟大家開箱的是 我的第二本台大出版社的 《Take a Note》 這本也是我猶豫跟觀察了兩年吧 看到身邊很多人在使用這本手帳之後 我就超級想要買 所以我這次呢就在它一開始那一天搶購 因為我知道它其實有點難搶 那我們就來開箱吧 打開來之後呢也是一樣 先有一個明信 那我這次也是在伯克萊上面下單的 那裡面它是這樣包成一包 它用的是這種泡棉的袋子 就是只要可以好好的保護你的手帳 然後這一包上面有一個NTU 哇 天啊 這本也是我就是藏了很久 我現在來把它拆開啦 裡面就是泡泡紙 打開來是這樣 哇 裡面還有再一層 哇 好美喔 它裡面又包了這樣一層 欸 很漂亮耶 它又包了這一層是 前面有寫著NTUP 應該是台大出版社吧 然後後面是像信封這樣繞著 繞起來的 那我現在要來把它拆開囉 它真的是層層關卡耶 打開來之後呢 就是我們的手帳本體 把它拆開來 哇 我以為它這次沒附耶 它太棒了 它這次就是有兩個東西打開來之後 本身就是有2021年的這個手帳 就是TAKEN NOTE的手帳 等一下好好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哇 超級漂亮 這次是海軍藍 它也很貼心的附了一個書套 那我們就現在來拆開吧 我們要來拆開我們2021年的TAKEN NOTE啦 每次拆開這種都很擔心 不知道怎麼拆才不會傷害到 我今天很害怕 我直接把這個撕掉 我殺一眼 好吧 我把這個藍絲的標籤撕壞了 天啊我太難過了 哇 好舒服 那它側邊的話呢 是它們有一個特別的書背 前面呢 一開始它就有一個TAKEN NOTE 它們的標記 然後2021年 那在一開始這邊呢 它從 它是從2020年 然後9月到12月的一個月曆 之後才是2021年 然後1月到12月 然後2022年的話 也只給了4個月份 那再來右邊這邊的話呢 它有1到12月 那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平常看到的是那種 1到12月是這樣一條一條的 但它這邊給的是這樣橫的 所以你可以看是拿來做打卡 或是你要直接拿來畫記號 然後下面寫從事的活動什麼都可以 靈活度還蠻高的 翻過來下一頁開始呢 就是月計畫啦 月計畫的話是從2020年的12月 一路到2022年的3月 那它月計畫的話呢 是月曆 那它月曆的旁邊是有很多留白的 就是這邊算是兩個月曆大小的那個留白 可以寫說你這一週想要完成的事情 可以寫在這邊 上面的話有很多空格 從2021年開始呢 它旁邊就會有寫 它是對應到的是第幾頁 喔我覺得這個很棒 這個很酷 你看它是2020年的12月嘛 最後一個禮拜 那它這邊就寫了36 你就可以翻到P36 你就可以翻到P36 翻到P36頁之後 它就是那個禮拜 從28號開始 28、29、30 所以你就不用在那邊翻來翻去 我覺得這一點還蠻有趣的耶 目前還沒有看過 有月曆是做這樣 接下來呢就到兩天一頁 我那時候選擇這本就是因為我想要拿來寫日記 然後想要做一些拼貼 或是可以貼一些東西 那兩天一頁的話 它的大小格子都比較適合 一個禮拜的第一天的話 它第一格會先是讓你寫 這個禮拜你要做的事情 或是你也可以寫你的習慣追蹤 都可以放在這邊 所以它的格子也是非常大 它就會寫28號 然後是禮拜一 然後這個格子你就可以自己發揮這樣 之後呢 每一天的這個格子裡面 6、7、8 然後一路到24、12、3 哇它到半夜3點 非常適合會熬夜大家 如果你想要運用它的這個時間軸的話 它的時間也是跨度非常大的 它每天中午12點到1點的時間 都有特別的顏色標出來 就會比較深一點 日期的這邊 一路到12月最後一個禮拜 不一樣的是它的側邊都會有標註 月份 不用自己再找那種標籤子來貼 然後它的格子其實非常的大 後面的話呢 它就是有幾張空白頁 清單啊 你就可以寫在這上面 最後的話 因為是台灣做的嘛 所以捷運路線圖一邊是台北的 右邊的話就是高雄捷運 最後一頁的話 一樣也是給你寫名字啊 然後聯絡資訊 其實Tekanote比較簡單 它沒有這麼多格式 然後也沒有這麼多的清單 但是我覺得整體上還是蠻漂亮蠻舒服的 然後來拆一下 來裝裝看他們給的這個書套 我覺得這個書套真的很重要耶 但它書套好緊喔 然後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個方法 就是 包書套的時候 因為我也有很受不了就是這樣凹 然後凹進去這個書套裡面 我之前在裝Hobo的時候 就 大家就有說有個方法是這樣 往後折 你就讓它很像這樣赤堡 就是蝴蝶赤堡 我不知道大家 會不會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方法 那這樣裝的時候 你就不會凹到你的封面 OK 它裝起來 還蠻舒服的 裝起來就是這樣 上一段影片啊 是我前幾天拍Tekanote的開箱嘛 所以就想說 或許可以先來用12月的月曆來試寫看看 我用的這支筆是 UNIBOD的SIGNAL 40.38 之前用這支筆在國瑜的 自分手上BEAS版本 我覺得這支筆非常的好用 這支筆寫起來寫在Tekanote上面的時候 它其實沒有這麼快乾 然後會有一點點糊 就是如果不小心沾到的話 所以寫的時候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覺得蠻特別的是它是完全不會透過去的 它完全不會透 那我覺得印到背面也不會很深 不會影響你寫字 這點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像比如說我在螢光筆上面 鏡頭不知道看不看出來 但是它其實是有一點點暈開的 格子的話我覺得對於中文都還算蠻友善的 左邊的話我目前也想到就寫to do list 可能之後不知道會不會再加一些習慣追蹤 可是因為我國瑜的自分手上 其實已經有習慣追蹤了 會再考慮一下兩邊要怎麼協調跟平衡 現在再寫一點給大家看它寫起來 現在我要來試給大家看它會暈開的程度 墨水其實是會黏上來 盡量小心不要沾到 我想順便跟大家偷偷介紹一個東西 就是之前大家應該都有看過我之前文具的那支影片 然後有介紹過SEBRA的螢光筆 因為我前陣子被文具界的youtuber叫不是門推坑 我看他的影片之後想說天啊竟然有出這種限定版本 這三支應該就已經有出現在影片當中了 其實它的顏色是一樣的 可是它上面就是有特別的印刷 我覺得真的超可愛 這三個是古文明 這個系列是埃及古文明的 可是它超可愛一些圖騰 然後它上面這個是法老金字塔 這個是太空是星球的 然後顏色我覺得也都還蠻實用蠻好用 我覺得限定款真的是太可怕了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介紹的Take a Note Take a Note獲得的獎項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現在非常非常的期待 希望我可以好好把它寫完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